请看概念8 概念8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圆锥的一个展开图 好了我们知道呢圆锥是有一个顶点跟一个圆形的底面 还有侧面所组成的 那如果把侧面剪开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请看这里呢我们就拿一个这个圆锥的一个模型 我们来把它从旁边剪开看看 看看它的展开图呢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圆锥 你就会发现说呢它就是底面一个圆形 然后有一个顶点 然后从这个线呢把它侧面的一条这个线把它切开 切开之后你就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盖子是圆形 这是底面是一个圆形 旁边是一个什么形呢 很清楚这个旁边呢是一个扇形 旁边是一个扇形 那也就是说呢圆锥展开呢 它就是一个扇形 加上一个圆形 那请再看一下 这个扇形的这个弧长是什么呢 这个扇形的弧长 因为你最后圆锥是不是要把它合起来 所以呢这个扇形的弧长 就是这个圆的圆周长 那再来这个扇形的半径是什么呢 这个扇形的半径就是这个圆锥呢 这个顶点到这个圆周的这一段长度 就是这个扇形的一个半径 所以呢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写旁边的一个笔记栏 旁边的笔记栏说呢 如果我们把圆锥的侧面展开成一个扇形 那我们知道这个扇形的弧长是底面 圆的周长 好那扇形的半径是什么呢 扇形的半径是 这个圆锥的顶点呢 到底面这个圆周的一个长度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圆锥的展开图 先把它画一下 这个圆锥展开呢 就形成一个扇形 还有一个这个圆形 那这个扇形的弧长 扇形弧长呢 就是指这一段 这段红色的这一段 这段等于什么呢 这一段等于 就等于底面的这个圆的一个周长 扇形的弧长 等于底面圆的周长 好咯 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扇形的这个半径呢 这就是扇形的半径 扇形的半径在哪里呢 扇形的半径就是 原来的这个圆锥的顶点 到圆周的这一个长度 从这样子来看呢 就会蛮清楚的 如果我们把一个圆锥呢 从这个地方呢 把它直直的剪开 剪开之后就形成了 这边是一个扇形 再加上一个底面的圆形 那这个扇形的弧长呢 就会是底面的圆周长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合起来嘛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跟这个圆周长 完全的密合 它才能够形成一个圆锥 不然就拼不起来 拼不成一个圆锥 那这个展开之后的 这个扇形的半径呢 就是原来这个圆锥的顶点 到下面这个圆的圆周上面的一个点 的一个距离 这个就是扇形的半径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影片 如果把它合起来会是这样子吗 如果你把它合起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因为你要卷起来 所以呢 这个扇形的这个弧长呢 就会跟这个底面的圆周长 必须要完全重叠在一起 那你呢 从直直的这样子切 跟你从旁边这样斜斜的切 因为你都是从这个圆锥 侧面的一个边来切 所以呢 你这样子切出来的一个展开图呢 就会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 你从旁边这样子斜斜的这样切 跟从正面这样直直的切 其实你等于是把圆锥 转了一个角度 再来切 切出来的这个展开图 都会是一样的 都会是形成一个扇形 加一个圆形 从刚刚的讨论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扇形呢 你从旁边这样子直直的切 跟从正面这样直直的切 切出来的展开图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等于只有把这个圆锥呢 把它转一个角度 转到正面来 剪出来就会变这样 那也就是说呢 是一个扇形 再加上一个这个圆形 这个扇形的弧长呢 就是底面的这个圆的圆周长 因为等一下要把它合起来 这个扇形的半径呢 就是从顶点 到这个圆周上面的一个点 它的一个长度 那就是扇形的一个半径 所以呢 这一段呢 就会跟展开之后的扇形的半径 是一样的 那展开之后 这个扇形的弧长呢 就会跟这个圆周长 会是一样的 有些同学就是说 老师你还记得 我们之前说过的 这个冰淇淋甜筒吗 冰淇淋甜筒呢 它的这个底面呢 是一个圆形 那它是一个圆锥 那这个冰淇淋甜筒 展开之后 也会像我们刚刚说的这样子吗 一个扇形加一个圆形 会这样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冰淇淋甜筒呢 把这个盖子打开 是一个圆形 侧面呢 我们把它打开来 这里面是一个甜筒 好了 那这个甜筒呢 打开 它也会是一个扇形 加上一个圆形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说 圆锥 只要是圆锥呢 它展开之后 都会形成一个扇形 加上底面的一个圆形 好了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 看一下这个复注 圆锥的表面积 只要讲到表面积 就会是展开图 的一个面积 那展开图的面积 怎么算呢 有两个部分要算 就是底面的圆形 再加上侧面的叫做扇形 这两个组合在一起 那就形成一个圆锥的 一个展开图 那我们概念吧呢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